超高龄时代来临 长者安居问题成的当务之急 随着社会观念及家庭结构改变 民众对于晚年居住规划也开始产生改变 市场上掀起一股银色商机 各类型的银把住宅百花齐放 检视市场上主要的四大类银把住宅 包括了月租型的养生村 老人公寓 共居宅以及安养中心 此外也有自购型的退休宅 热林宅 究竟不同类型的银把住宅有哪些差异 各自又适合哪些族群 透过镜头 但您直击时下最夯的银把住宅 开启晚年不同的居住想象 王玉树林紧紧环绕 坐落在桃园归山占地34公顷的土地上 高楼建筑彼此相依 形成一座小小的银把聚落 随着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 业者看准银色商机 打造全台最大的高龄养生村 走进养生村内 映入眼帘的是宽敞舒适的空间 温馨居下的装潢 营造出了悠闲惬意的氛围 在这里完全打破了一般人 对传统银法机构的刻板印象 以前的概念觉得退休的都是看到就是影片上面那种躺在养老院 印象是坐在轮椅上啊 然后变得痴痴呆呆的啊 然后就被人家喂食啊 然后不行了就是扶上床上去躺着啊 或者是有人就是一直躺在床上就是 就是等中老了 来这边以后就觉得非常不一样 非常的不同 不只硬体设备完整 软体课程更是丰富多元 这里就宛如一间银法大学 平时住户可以自主社团培养兴趣 还可以参加各种的银法课程 结交好友学习心知 彻底实践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 所以我们设计很多课程 英才师教一年龄而去满足 那70岁80岁的他可能是希望注重健康 所以他希望我们安排更多的运动课程 那90岁以上的他可能比较年龄更大了 他可能希望属于静态型的活动 那让他不要身体太过操劳 所以在不同的年龄层 我们设计英才师教一年龄 而设计不同的课程 来到长辈居住的房间内 13到15平一房一厅的空间 每个月单人费用落在19000元到23000元 带着我们参观的 是今年73岁的沙昌云 夫妻俩常年帝君美国 先生过去在加州州政府上班 退休之后想回到台湾养老 加上将停观念改变 不想被传统三代同堂的想法束缚 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 住进养生村 根据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报告 台湾将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换句话说 每五人当中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长者 预估到了2034年 全国50岁以上的中高龄族群 将占总人口的50% 回顾过往的人口结构发展 1993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是149万 占比7.1% 台湾正式进入了高龄化社会 2018年老年人口飙升到了343万人 占比14.6% 跃升为高龄社会 2020年1月 台湾总人口达到最高峰2360万人 紧接着出现死亡交叉 出生数低于死亡人数 人口开始负成长 人口不断老化 引发居住安养问题 将成了当务之急 我们现在国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 健康一命是73岁 所以中间有差不多7年 叫做卧床岁月 或是叫不健康岁月 超过75岁 甚至于80岁的人 他如果独居 在台湾单身 他指你在海外 他会在自己会担心 可能没有人照顾 指你也不放心 这个叫做市场的需求 除了月租型的养生村 市场上还出现了多种 贩售型的引发住宅 从公共空间规划 到房间装潢 都贴近长者需求 可以看到我们的门槛 就是做二分之一倒角的设计 然后另外的话 在玄关门的部分 我们的高度是有做比较低的设计 就是方便 比如说我们长辈有轮椅需求的时候 他可以很轻松的就是开门 除了桃源归山 为在新北市三支的高林宅 将每间15到25坪的空间 规划成一房一厅 或是两房一厅的格局 每坪开价25万 总价落在396万元到730万之间 成功吸引了不少代退族 提早规划退休人生 其实目前大家比较重 就是以自己在家安老型的高林宅的话 不拖大概就是有良好的物业管理 那另外来说的话 它就是像是无障碍的设施 或者是一些情报等等 那当然有一些它会搭配 像是比如说医疗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 来去做相辅相成 那北中南大概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监视市场上主要的四大类银法住宅 养生村都由民间企业刑解经营 主要是针对健康状况良好 预算较高的海外侨胞 以及中高资产退休族群 除了月租费 还必须缴纳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的保证金 入住门槛相对较高 反观老人公寓 则是由各县市社会局设立 属于公办民营机构 对象包括了能够自理生活的长者为主 部分县市则会保障中低收入户 独居长者等等优先入住 月租金大约一万元到两万五千元 共居宅则是主打轻盈共居 世代共好 民间以及政府都有信办 月租大约七千元到两万多元 至于安养中心以及养护中心 则是针对照护需求较高 生活无法自理的长者 依照住宿房型不同 价格大约落在两万五千元到五万五千元之间 生活以及医疗耗财则是额外收费 在我们讲的老人公寓这一段 它的收费相对的还是比较 跟工部门所欲所希望的这种福利政策有关 所以它的收入比较 它的预计的这个租金比较低 但是纯粹跑到养生村的情况下 它的收费各方面有比较跑到 比较属于这个中间的收费的这个族群 所以这样的概念也适度的把 我们所理解的客群做了一种区分 只不过无论是养生村还是退休宅 月租费以及房价都所费不资 民众恐怕口袋得要够深才住得起 假如是普通退休族 或者是想要在家养老的民众 内政部营建署也提出了 无障碍住宅设计奖励办法 针对了老旧公寓大厦的公共空间进行改建 实践长者在宅养老的目标 随着超高龄时代来临 银法住宅成了一晚商机 无论是月租型的养生村 还是自购型的乐林宅 不仅提供了退休族 更多元丰富的居住选择 也打破了传统社会 安养终老的刻板印象 唯有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银法住宅 才能够开心享受乐活的第三人生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